掌握了财经就掌握了全世界 欢迎锁定仪式赚大钱 在今天台股的行情部分 开盘之前是不是觉得信心满满呢 为什么 欧美股是全面做出一个强谈的动作 尤其我们所看到在美国市场方面 原本担心这是一个大峡谷 香港不是我说的 这是这个Jim Rogers 高盛的董事长所说的 甚至于在Pinko这个执行长部分 也都特别说 这个残局悬崖就像是一个大峡谷一样 很糟糕 很危险 结果他说可以有顺利化解的情况 让昨天的美股行情头做出一个强谈 道琼涨了207点 Nestate大涨了62大点 不止如此 包含在欧洲市场方面 也都做出一波大的激励 大的强谈 连叠多天的欧洲市场部分的话 马上也做出一个强谈的动作 结果呢 相较于亚国的行情里头 尤其在台币股市的话 相对的这涨势是弱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日股的部分还回落到平盘以下 日本股市近期的话 这日元持续的虚扁 结果它股价反而是走强 而韩国股市部分 维持一个小涨的行情 贪幅0.6% 台北股市涨了 这个贪幅16大点 0.2%而已 结果说更弱 大陆股市更弱了 大陆股市部分也出现这个回测力量 香港恒生则贪幅0.8% 好关键在哪里 事实上一而再来再生定例给大家 财政悬崖真的有救吗 欧美股市形成是一个进阳的局面 那么国际股市里头 为什么包含在企业界 包含在国际市场里头 包含在全球的央行 各国的政策里头都有不一样 面对风雨前的宁静 都开始有所准备 准备哪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而在整个大盘的行情里头 今天看起来涨势 相对是弱的 弱势的行情里头 可不可以期待 能够进一步做出一个强谈的情况 还是说这条问题到底在哪里 都是我们现场讨论的重点 马上为您邀请到现场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华冠图副总经理谢总理 总理你好 苏贤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为您介绍的是 轮运投股分析师吴明哲 明哲你好 苏贤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以及为您介绍的是 万宝周刊的总批集 庄正贤 正贤你好 苏贤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是我们欢迎三位来到现场 那么一开始的话就来看一下 那么在国际股市变化里头 其实我们也特别担心 担心什么呢 财险巡华真的有救吗 欧美股市昨天禁阳 这个禁阳动作 能够进一步来推升全球股市 包含亚洲股市 包含台北股市吗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欧巴马跟国外预算协商里头 出现的合作的一个氛围 这氛围是什么 目前规划两阶段来处理 诉求之内就要敲定协议哦 包含共同党方面 原本一直是反对增税 主张削减支出 而民主党方面 不希望社府被砍 提议对富人来增税 富人最近蛮倒霉的 全球股市糟糟糟 你这边要瞌睡 那边也要瞌睡 继续继续 再来麦家华的部分 麦家华怎么说呢 财政悬崖 不用怕啦 但是美股会 因为企业财报不佳 等等其他因素 跌落至少有28% 提到企业财报部分 要特别留心哦 企业财报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下去哦 这里头还包含 来看一下高盛 高盛财政悬崖 他说等等的利空部分 近期下行的风险是比较多 S&P500自高典型跌了7% 年底前再跌个8% 同样在S&P有20%有8% 1.7加8已经15%了 那么会担心持续来 是国会党修正的压力吗 成全来引发企业的不安 资本支出逗退路哦 资本支出代表什么 事实上资本支出部分的话 等于是在未来进行室当中的话 可不可以有一些强化的功能 结果竟然是逗退路 第三季年增绿车负的1.3% 我马或者是在Disney的部分的话 相继还是一个删减的情况 刚刚所看到的一些 这个国际股市部分 甚至于在整个一些 壮业级分析的看法里头 对于整个欧美市场方面 尤其在美国市场部分 等等都是一些回测力量 可是昨天就做出了一个 大幅度的强谈动作 先来听听看再正行点观察 国际股市变化 上一次在追问当中 一如您所做的预期哦 就算震撼对台北股市变化 相对影响是有限的 您可以观察呢 是的 其实我可以讲 财政悬崖有解 企业获利无解 怎么来看呢 财政悬崖毕竟来讲 是一个政策协商的一个东西 请您仔细看 共和党跟民督党 其实他们对于 这个中产阶局 这个免税的是有共识的 他们唯一没有共识的是 共和党 他不赞成对夫人磕睡 可是在形势比人强的 一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财政悬崖是有解的 而且并且我们知道 如果财政悬崖真的无解的话 那美国的明年的GDP支出 将会占为的一个下降 没有人愿意背负的 让美国经济衰退 甚至有出现了一个 长期性衰退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说过财政悬崖是有解的 但企业获利无解的原因 就像我常常说 欧洲股市不管谈来谈去 涨来涨去 都无法挽救欧洲经济出口 衰退的问题 也不能解决他们失业率的问题 因为这是基本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 财政悬崖有解 但是企业获利无解 而决定指数的位置 未来会涨会跌 其实也不在于这些议题 而在于相对位置的高低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说 台湾股市并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台湾股市 毕竟就在7000点这附近了 所以即使上周二五届 我来的时候是一根长黑 我也提醒大家 其实再跌似乎也有限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高低位的问题 美国股市恐怖可能会下休 可能 但是我认为不是因为财政悬崖的问题 是因为你把时间拉长 美国股市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点 而台湾股市会不会崩跌 我觉得短时间不太会 是因为你把时间拉长 台湾股市其实是在一个十年线 相对低的一个位置 好 这些观察里头还是一样特别强调 这相对低一点这样的位置 所以对于国际股市变化 就算震撼力道恐怕影响还是有限 不过 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刚刚所提到包含一些大咖的分析师 麦家王 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就是看败 我们叫末日博士 甚至于呢 在这里头的话 有些外资圈的报告里头 像高盛S&P还要做出一个弱势的回档 好 这些是观察之外的话 企业界有一些转向 担心企业界的话 货率在衰退是一二再三再叮零 甚至于呢 全球最大的货柜航商 丹麦Masky的部分 竟然他们把货柜全球最大量的部分 有些转向 转向到哪里 中西以往叫专游的设备 专游的设备部分 这是一点 另外韩国 韩国的话 这些贫困的家庭是越来越多 现在占GDP已经来到75%之多 这个压力是扶上台面 日本呢 日本现在为了尊杰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他们有所谓的冬季奖金 感觉都信了 在日本方面 我们过去也提到西班牙 西班牙开妓女学校 你还记得吗 卖古堡 出租古堡 你还记得吗 希腊部分也要出租 他们这个小岛 你还记得吗 甚至于在这里头 包含在葡萄牙部分 葡萄牙菩石蛋塔 做菩石蛋塔 为了要生存 为了要生计 你还记得吗 这些算是风雨前的宁静吗 同样的问题 来听听看 在这个明哲部分 刚刚提出这些点点滴滴的话 算不算是一个风雨前的宁静 甚至于什么压低利率啊 甚至于在整个低利率部分的话 还维持到2016年 再在你的观察里头 有没有风险意识在这里头 担心压力很大吗 还是说 越是利空的话 这测试结果 如果能够继续讲的话 反而是一个好的考验 当然目前 以我的观察来看的话 这个压力 其实会越来越大 怎么说呢 因为就目前来看 美国的一个指数在选后 一举跌破月线基线 甚至连年线 都在上个礼拜都跌破 那昨天是利用一个 短线上的一个消息 传出这个财政悬崖 有机会 那投资朋友 也可以去注意到 政党的协商 绝对不会是 一两句话就可以搞定 也就是说 一个政策一个推展 当然对于财政悬崖 这是攸关他们 国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然会趋向一个 比较缓和的状态 但是就现在到年底之前 这个讯息会持续不断的发生 那特别要提醒投资朋友 是股价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上涨 创高 来自于